老婆 你说哪天我要是跟别的小姐姐好了 你会怎么办 老公我佩服你敢问我这个问题的勇气 如果哪一天你和其他小姐姐好了的话 那我们就请个所谈队 打上阳风旗 上面就写 某家有女甚爱我夫 作为正妻 特来提亲大妾 既然人家都不怕丢人现眼了 那咱就锣鼓喧天鞭炮欺面的伺候着 到底是活在下水道的宠物 早晚也得给他见见太阳不上 哎呦你妈 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呀 我这个人人生应该是不留什么遗憾的 有的时候我说话做事 我不管不留遗憾我都不留余地 能容忍你的无知那是我的大度 要是能容忍你的放肆 那就是我的软弱了 我嫁给你是打算和你相互取暖 从一而终的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 面子这个东西给断了 狗都以为自己是狮子 你说谁是狗的 我说你呢 你咬我呀 你给我记住了 任何一种善良和包容都是有底线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在犯我 斩草出根 人不犯人 亲爱了 你咬我 准备 人不犯人 女人 妻